工作量蠻不多 所以其實我就都在家裡 然後吃住都在家裡 那我就覺得好我就宅在家 我就不會花到錢了這樣子 對 好像曾經一度就是想用那個放棄發片的念頭 然後又因為一首歌起始回生 對 對 想要放棄過 因為其實中間自己有狀況不好的時候 就是可能對自己的期許太高 想要做把事情 就是太要求完美吧 然後可能一些壓力 那我中間身體也出過狀況 心裡也有出過一些狀況 那曾經在每個夜裡真的就是會 除了看小虎老師的影片 我會問自己說 你真的要這樣子繼續下去嗎 就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 然後但是因為 我覺得我是一個很執著的人 那 有一次我真的想要放棄了 差最後一步 於是我就走出房門 跟我的媽媽說 你覺得我要繼續唱歌嗎 她就跟我說 想做什麼我都支持你 然後 我就覺得我不能再逃避了 然後也要更勇敢 所以我就決定不管幾年 我等 我就是要等到發片那一天 對 就這樣 你剛剛小虎老師這樣出來 有沒有覺得超驚醒 會不會嚇到 我真的快被嚇死了 因為 我有在想說 因為今天公司一直跟我說 各位媒體大哥大姐要趕場 我就想說 那應該是沒有嘉賓這回事 然後我 而且我怎麼想嘉賓 都是想熟悉的人嘛 結果 結果想 而且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是 我真的完全不知道她會來 所以我 剛交給訪問我的時候 我說小虎老師說 你真的是一位很會唱歌的女生 這句話的時候 結果她就走上來 我就 我想說 我們是不是 動用了很多關係 或者是清潔 才請到小虎老師 那但是 我真的真的很開心 因為 我覺得小虎老師的出現就是 是一種提醒 然後好像讓我回到七年前 因為 自己當初是 就是單純的愛唱歌的女生 然後 真的很謝謝她 因為我們曾經在棚內 看她錄影彩排 陶子姐就哭了 我也跟著哭 我們選手都跟著哭 她是這樣子等級的 值得我尊敬的一個老師 然後 我現在還在雞皮疙瘩 非常非常謝謝小虎老師 自己七年前看到她 在七年後再看到 然後妳有什麼感覺 看到小虎老師這樣 有沒有覺得感覺 我覺得我們都變美了 沒有啦 應該是說 小虎老師七年前她的 標準造型 就是她都會在 髮型上 她都是綁一個頭巾 然後妳就會覺得 她真的很傻 那 剛剛小虎老師我覺得 我覺得她變溫柔了 然後 身材更好了 然後 然後 假睫毛更濃了 所以眼睛更有電力 那我自己是覺得 我實在是覺得 我七年前 真的 有點不堪入目 就是 我現在比較人模人樣 然後 呃呃呃 我覺得外表上 變了滿多的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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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